8月15日晚,高云翔的社聊平台发文,幸祝自己的39岁生日,还配上了一张生日蛋糕的图,他称今年的愿望就是可以把心定下来去面对和解决眼前的苦难,人生就是一出戏,得失别往心里去,洋洋洒洒几十攒,尘埃落尽源自来,文中满是无奈。 据范范了解,高云翔2020年正式进入演艺圈,出演过《公所连城》中的江亦晨,《明月传》中的《义渠王》等多个经典角色。 2011年,他和董璇在北京举行婚礼,和2018年3月,高云翔和王金涉嫌信心被捕,从那以后他的境遇遗落千丈,沦落到无息可接的地步,老婆也和他离了婚。 虽然2020年他和王金被判罪名不成立,但依旧官司缠身,遭到多家饮食公司索赔。 今年8月12日,高云翔和律师出现在法院门口,被问到何时复出时,律师打道,没有败落过何谈复出? 没有,没有败落,我曾在复出。 而高云翔只是微微一笑,那么大家期待看到高云翔重新开始拍戏吗?